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选择健康的饮食。 每个人为了健康都去寻找一些特殊的食物。 很多人都这样以为只有那些特殊的食物才有一些药物作用。 因为大多数人似乎都被洗脑,觉得只有药物才能够起到健康的作用。 但是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有了基因科学的了解,我们已经知道药物是不能够治病了。 药物只是对症。 而只有基因从不正常的细胞改变成正常的情况的时候,人才会获得全部的健康。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基因就是文字。 药物是不能够控制基因的作用。 我们也无法改变基因的程序。 当一个正常的细胞变异成为癌细胞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使用药物来改变这个不正常的基因。 只有每天的生活习惯才会起作用。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的思维。 我们已经了解到气对基因有特殊的作用。 是气给细胞带来生命。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气称作使人活着的气。 是的。 那气是实际上活着的气。 在细胞里边的线粒体就是在气的作用下才产生工作。 让我们用汽车作比喻。 在汽车的发动机里,需要火花使汽车发动起来。 那么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火花。 在同时,气会在合适的时间按着正常的顺序使基因开始工作。 是气在控制着基因。 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不能够直接作用于基因。 如果气要作用在人体的基因,它需要合适的环境。 所以健康饮食的真实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每天怎样去摄入健康的饮食, 良好的平衡的营养习惯才能够取决于怎么样使气作用在基因上。 在以前的讲序里,我们已经提到了健康的饮食。 我还想让大家记得,不是食物能够治病。 食物只是给基因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讲,什么是正常健康的饮食。 在前面的讲座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对我们生命非常健康的饮食是很容易得到的。 到处都能找到。 当然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 对于这个气,我们是不需要花钱的,它是免费的。 因为气是爱,爱是免费的。 第二样重要的就是氧气,在空气当中的氧气。 一个人五分钟不呼吸,它就会死亡。 这也是免费的。 然后是水。 然后就是食物。 对于前三样首要重要的事物来讲,食物的位置就仅次于它们了。 在食物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 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食物。 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食物。 我们必须了解到什么样的元素会直接最伤害我们的人体。 这就是氧气自由基。 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超级氧气氧气氧。 让我们现在看一看氧气自由基的图片。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细胞 在细胞里面是细胞核 在细胞核里是染色体 在染色体里大家看到的是许多的基因 这就是线粒体 氧气进入线粒体里 葡萄糖也进入线粒体里 就是糖 然后还需要气 气就是点燃了 在线粒体里葡萄糖会冲锁 当糖分在线粒体里燃烧之后 会产生能量 在产生能量的同时 也会有一些副产品 而且同时会产生的是氧化自由基 在这个氧化自由基里 它会有多余的电子 因为它带着多的电子 所以它很容易跟别人结合 然后它会进入线粒体里 会攻击这个线粒体 然后也攻击到细胞壁 然后也破坏掉了细胞壁 所以这个氧化自由基 它是希望有结合的 它们不管到哪去结合 它们只要和哪一部分结合 就会破坏到哪一部分 大家知道在人类社会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种人 它们觉得自己很孤单 它们到处想交朋友 它们只要交到一个朋友 它们就会去伤害自己那些朋友 所以就是这样朋友也就受他们伤害 所以这个氧化自由基就像这样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氧化自由基它会伤害到基因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氧化自由基它会伤害到基因 它在破坏基因的时候 基因就变得不再清楚 那么这时候基因就会变得很奇怪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使基因的变异成为可能 所以对于影响基因 破坏基因的元素来讲 氧化自由基是其中最首要的 让我们用肺癌做一个例子 很多人将以为肺癌是由烟导致的 就数据表明这也是事实 但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人 十年二十年吸烟很严重的 却没有肺癌呢 有这样的人 还有这样的人 他一辈子也没有吸过烟 但是他也得了肺癌 那谁会得肺癌呢 即使一个人他不怎么吸烟 吸烟也不厉害 但是你的身体里 却产生了过多的氧化自由基 那产生过多氧化自由基的人 就不大会得肺癌 但是与其他人来讲 他身体里的氧化自由基 产量却不大 然后这个人就不大会得肺癌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这个氧化自由基导致了人的肺癌 是不是每个人喝酒的时候 都会得肺癌呢 事实不是这样 那些从没有饮酒的人 他们也会得肺癌 其原因就是这个氧化自由基 当身体里产生过多氧化自由基 产生过多氧化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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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身体处于过多压力的情况下 在愤怒当中 在担心当中 在憎恨当中 在恐惧里面 或者是处在绝望之中 所以这些都是跟气相反的 对吗 气来自于真善和美 什么是紧张呢 什么是紧张呢 紧张就是与气相抵抗的一种力量 没有信心却有怀疑 不是希望而是绝望 不是去爱而是去恨 不是真理而是谎言 不是良善而是邪恶 不是美好而是丑陋 我们看到人在压力的时候 是与气完全相反的状况 所以这种紧张的压力 对你是极有害的 所以这种紧张的压力 对你是极有害的 所以这种紧张的压力 对你是极有害的 它是自由基 去破坏这些基因 破坏线粒体 去破坏这些细胞 所以它被扎害的同时 又转变成了这种癌细胞 所以它被扎害的同时 又转变成了这种癌细胞 所以当我们定义 什么是最健康的食物的时候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点 什么样的食物 不会有这种产生过多氧化自由基的可能 因为过多氧化自由基 会侵害到人体的基因 如果食物中有这种元素 那这个元素我们怎样来给它起名字呢 科学家们苦思理想 他们发现到这个氧化自由基 使其他东西都会氧化掉 如果一些物质可以被氧化掉 就会被破坏掉 然后会变化掉 然后会变异 会改变 会改变 所以 氧化自由基的作用就是去氧化 所以 氧化自由基的作用就是去氧化 所以答案很显然了 那么什么样的物质对我们人体最有用呢 当然就是那些使我们细胞抗氧化的食物 那这些抗氧化的物质我们用什么来给它们起名字呢 我们就把这种物质叫抗氧化物 有没有一些食物里面含着丰富的抗氧化物呢 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抗氧化物 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抗氧化物 在大自然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抗氧化物 在各种各样的抗氧化物中 最重要的抗氧化物就是维生素C 在人类能够找到最重要的抗氧化物就是维生素C 它这么重要 那维生素C是不是很难得到呢 是不是维生素C比其他东西更贵呢 是不是维生素C很罕见呢 事实上不是这样 你到处都能够找到维生素C 只要和植物有关和绿色植物有关的 你自己可以举例子了 只要和植物有关的 富含着大量的维生素C 对于维生素C 对于维生素C不是我们所担心的 你只要吃植物方面的饮食 维生素C就不用考虑了 在植物当中富含着维生素C 但是在动物食品里呢 你找不到维生素C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是吃那些富含维生素C的饮食 而且维生素C是这样容易的获取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我来讲 只要对人体生命很重要很健康的食物到处都有 而且很容易获取 除维生素C之外呢 而第二位的抗氧化剂呢 就是维生素C 这边的抗氧化剂呢 这边的抗氧化剂呢 第四面的抗氧化剂 flea 我們看一看這是維生素C, 第二重要的是維生素E, 維生素E也是很普通的, 只要有這個脂肪, 大家看下糙米,它就有這種配牙。 人們把這層皮去掉的時候就沒有這個配牙了。 只要是完整的食物,不是人經驗過的東西。 例如大家會去吃全麥的饅頭, 因為在全麥饅頭裏面有很多的維生素E, 因為沒有被人加工過。 但是你要吃的都是白饅頭, 白米飯, 就無法獲取維生素E。 各種種植物裏面都有富含維生素E。 但維生素C相比, 因為維生素C是最重要的。 下一種就是貝塔胡蘿蔔素。 大家看到的是貝塔胡蘿蔔素。 這是一個產生熱量的一個顏色。 比如說我們看胡蘿蔔的顏色, 或者橘子的顏色, 或者南瓜的顏色。 產生這些顏色的物質, 我們都把它稱作貝塔胡蘿蔔素。 貝塔胡蘿蔔素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抗氧化劑。 當然,在動物當中是找不到貝塔胡蘿蔔素。 基本上,你已經能夠感受到貝塔胡蘿蔔素。 那麽聽到這裏,你會想, 啊,那其實還是吃植物比較好。 為什麽? 因為,對你健康來講, 最有害的物質就是那些氧化自由基。 所以,對你身體的營養來講, 最好的就是那些抗氧化劑。 在動物製品當中是沒有抗氧化劑的。 所以,當你長期吃這個動物製品的時候, 你身體裏沒有保護作用。 那你會不會這樣想, 我還是照樣吃肉, 那我到藥店裏去買一些維生素C, 維生素E,或者貝塔胡蘿蔔素,這樣行嗎? 今天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事實上呢,這些維生素並沒有發揮作用。 因為一切都需要有一個平衡。 因為人類自身來講,他無法保持一種營養的平衡。 要是使這些抗氧化劑正常的工作, 維生素C,維生素E,還有貝塔胡蘿蔔素, 必須在一種保持平衡的狀態下。 其他營養物質也是有益。 很多人到健康藥店裏去買一些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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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 是一個提到日程上的問題。 大家一提到芯,都會變得很興奮。 大家想,我吃了芯片,我的免疫系統就會好起來。 芯非常重要。 所以,人們就開始買芯片。 很多著名的藥店都在生產芯片。 很多著名的藥店都在生產芯片。 普通人也在獲取芯片。 他們剛開始服用的時候覺得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還有作用、還有效力。 當芯片飽和的時候,他們覺得不錯。 但是人們並不知道自己身體裡到底需要多少的芯片。 他們不停地去吃芯片。 大家知道結果如何? 今天吃芯片的人就不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芯片有一個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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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芯片有一個副作用。 如果你的芯片有一個副作用。 芯片有一個副作用。 然後人們再繼續補銅。 然後就會引起其他問題。 大家在學習營養科學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這一點。 我們人們或醫生, 我們醫生,或醫師, 都不能夠保持你身體裡營養充分的平衡。 因為每一件事都有它合適的區間範圍。 如果你的芯片浮量太高, 你也會有問題。 你會產生這種腎結石。 太多的芯片是對人體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光靠醫生是不能夠保持你身體營養的平衡。 過量也是對你很危險。 那麼,對於維生素C來講呢?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最重要的是維生素C。 那麼,你可以一直吃維生素C? 你是不是要整天去吃維生素C片呢? 不可能這樣。 在一個國家,它就是這樣的。 在一個國家人們好像不停地在吃維生素C。 我跟大家說不要這樣。 因為在很多食物當中, 在植物裏面含著維生素C。 如果你吃正常的飲食, 你會不會再吃飲食。 你會不會再吃飲食。 我會感到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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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類似的, 有種類似能力的控制。 當你吃素食的時候,你身體裡會有一個敏感的反應,會告訴你,我應當選擇這樣的食物,或者是不選擇另外的食物,這種反應非常有意思。 而且好像這是一種本能的控制。 這是非常精緻的方法來維持健康平衡的方法。 讓我看看這個圖片。 這因此,我還要看看長頸鹿的圖片, 長頸鹿在啃一個骨頭。 當長頸鹿身體裡缺鈣, 長頸鹿就會啃骨頭。 本能性了。 事實上,長頸鹿不知道什麼是鈣。 人類也是這樣。 所以,對於維生素C, 讓我示範一下, 我的預測是正確的。 讓我們看一看, 當人們攝取到太多的過量的維生素C。 讓我們看一看, 當人們攝取到太多的過量的維生素C。 大家會看到這樣的結論, 維生素C導致癌症。 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有這樣的結論。 當你吃什麼樣的東西過量的時候, 超過你身體本來所需要的量, 它也會引起嚴重的問題。 我發現,在大自然界的動物當中, 它們有一個很好的控制的機械化。 當攝入到人體所需要的比超過人體所需要的量更大的這些良好的營養的時候, 過量的營養在身體裡也會產生出大量的氧化自由基。 因此,人們過度的勞動、過度的運動。 所以,讓我看看這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這是我從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上的一個圖片。 大家看到的是一隻猴子。 大家看到了猴子的毛、眼睛。 這是在非洲一個很小的島嶼, 這個島嶼的名字叫Ansiphar。 這些猴子實際上並不是很喜歡吃這些樹葉。 他們吃這些樹葉的時間是每隔一兩個月的時間吃一次。 那或許是這些葉子裡面還有他們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這些猴子吃了這些葉子之後,反應非常奇怪。 在這個小島嶼的人們會砍一些木材。 然後他們把木材從裡面燒掉, 然後他們就用它作為碳。 他們發現在這個碳周圍, 所以是有兩隻猴子。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猴子的圖片。 然後,猴子在尋找一些碳。 大家看到猴子的耳朵。 還有一隻猴子。 他們找到這個碳之後,他們就去啃。 所以,科學家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科學家們覺得這些葉子當中一定有一些毒性。 所以,他們就在這些葉子當中做分析,發現到葉子含量裡面有毒素。 你覺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當猴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一些毒素, 猴子對這些並沒有很多的知識。 因為有需要,所以他們就去吃。 當他們吃了這些葉子, 他們就會需要去找碳。 因為身體裡有了毒素。 猴子並不知道自己身體裡有毒素。 但是有一個人知道, 但有一個人會告訴猴子他需要碳。 猴子並不知道這個碳是可以解毒的。 一定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一位告訴了猴子。 所以,科學家們想稱為宇宙智慧。 在這個系列講座裡,我們把智慧稱作氣,活的氣。 而孔子把這樣的智慧稱作天的智慧。 他認為在宇宙當中有一個智慧的一位。 所以,他們得到了這樣的智慧。 是這樣的智慧讓他們去吃這些碳。 我們已經知道, 碳的作用是很強的吸附能力。 在大自然當中,這樣的現象頻頻出現。 大家看到的也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大家看到的是一些山羊。 大家看一下放大的圖片。 他們長途到這個地方, 可能會長途跋涉到10公里。 他們甚至為了到達這裡, 跨過危險的河流。 大家可以看到河流中的山羊。 河流中的山羊。 他們看到河流中的山羊。 他們看到河流中的山羊。 為了到達這個岩石, 他們不怕危險。 而在這岩石上並沒有很多植物。 他們在這裡做什麼呢? 他們在填鹽。 他們來去獲取鹽。 在大戰當中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也想大家有所了解。 其實這個圖片充滿了智慧。 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幅圖片。 大家看到的是這個烏龜寶寶。 在河流中的一個小島上。 我在關島上居住的這些鴿媽媽來到這個小島, 來到這個小島。 因為是一個很小的海灘。 大家知道為什麼媽媽來到這裡嗎? 如果我問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說,是來下蛋的。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龜媽媽會選擇這麼一個小的海灘下蛋呢?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這就是因為這些母親是在這兒出生的。 是不是這些龜媽媽有記憶呢? 我們看一看。 五十天之前, 母親們在這裡挖洞下蛋, 然後母親又回到關島。 這些小寶寶從來沒有到過關島。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沙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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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不知道該吃什麼東西。 但是你看,他們都從洞裡出來,走向海洋。 大家看出來了嗎? 他們似乎知道他們的方向在哪。 但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 他們進入到海水裡, 他們開始游泳。 有人給他們上過游泳課嗎? 當然不是。 這都是本能的程序。 他們在大海裡游泳的時候, 他們就餓了。 在大海裡,他們看到各種各樣奇怪的東西游來游去。 那是魚。 海龜并不认识它们, 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 是圆圆的、透明的游动的东西, 吃那些椒鱼, 水母。 突然,他们想吃那些水母, 他们甚至不认识这就是水母, 觉得有意思吗? 他们会问, 你看到了吗? 我想吃你呢? 然后发现每一个小海龜都想吃这些水母。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里面已经设定的程序, 在他们出生之前, 他们吃什么已经订了下来。 几个月之后,他们的饮食开始改变了。 现在,他们吃海草, 然后再长大一点, 他们的食物就开始多样化。 在他们的饮食当中, 早已有了先后的程序。 然后,他们继续往前游。 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呢? 他们要到妈妈那儿去。 他们认识自己的母亲吗? 他们并不认识。 但是,他们要回到妈妈。 他们知道关岛吗? 他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要游向关岛。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智慧。 是宇宙中的智慧。 科学家们把它称作宇宙智慧。 我们把它称作生命的气息。 正是这样的生命的气息, 控制着这些动物人体当中的基因的方向。 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奇妙? 没有任何有活的生命力是偶然存在的。 我们不是无序的一种生活,一种生物。 我们选择食物也有一定的程序。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饮食的程序是素食习惯。 因为里面富含着纤维素。 当然,抗氧化剂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饮食当中的另外一种营养成分是纤维素。 这种重要的纤维素只有在植物中才有纤维素, 而动物体内没有。 今天很多人有前列腺癌, 这些肠癌, 就是因为缺少体内缺少纤维素。 肠癌的病人太多了。 人们吃的动物质品太多了。 纤维素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有点像淀粉这样的东西。 我们身体里是不能消化这种纤维素的。 所以随着食物,纤维素进入到人体。 纤维素的工作是清理肠道的表皮。 纤维素会吸收藏着各种毒素。 很多人今天都很担心着 所有的食物和食物和食物和食物。 但是当你吃大量的富含维生素的饮食, 科学家说, 有数据表明, 60%的食物中的毒素都可以被纤维素吸收掉。 纤维素在人体内吸收肠道里的有毒物质, 所以使人不会得上这种前列腺癌。 纤维素也会使人的大便比较完整, 所以不会便利。 纤维素还会吸收一些水分。 所以使人体排出的粪便是成型的。 但是如果吃动物质品, 几乎没有纤维素。 你无法清理那些毒素。 那些有害物质的残渣都留在了肠道里。 所以这时候就会导致前列腺癌。 所以吃了一些植物的动物, 却没有这种疾病。 那些食物的食物也没有这种疾病。 所以维维素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已经讲过了三种不同的抗氧化剂。 大家可以看一看。 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剂。 大家看一下,这是西红柿。 西红柿的这种颜色可以产生一种叫Licopein的物质。 它也是一种非常出色的抗氧化剂。 你也可以找到西瓜、草莓、西红柿。 动物质品里没有这种物质。 这种抗氧化剂。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抗氧化剂。 这种抗氧化剂。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抗氧化剂。 这种抗氧化剂。 它是缓解关节炎。 它也保护人体的大脑。 它们是深蓝色的颜色。 在蓝莓、紫葡萄当中都有这种元素。 大家看一下,梅也有这种。 这种抗氧化剂。 它主要是防止肺癌。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黄颜色。 它有一个名字叫西红柿。 它是保护人的眼睛。 所以在大自然中, 没有任何是偶然出现的。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程序的。 科学家们把这个特别的能力称作宇宙智慧。 宇宙的智慧。 每一件事的存在都有它的原因。 为什么胡萝卜是这种颜色? 为什么梅猴桃会是那样的颜色? 而且这种颜色的设计是非常聪明的。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 不受到那些毒素的侵害。 所以,怎么样获取健康的饮食呢? 首先,选择素食的饮食。 尽量逼入你的食品尽在动物饮食中的人。 少油。 大家也不要去吃過多的調料, 不要放太多的鹽, 也不要吃得過量。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何控制自己要吃多少東西。 只要你選擇健康素食的飲食, 你就不需要那些昂貴的補品。 我個人也沒有吃過任何補品, 我很健康、很結實。 大家下次見! 我會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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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